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法学界 法律职业界最关注的其中的问题 就是基本法解释的问题 大家知道全国人在常常会对基本法行使的解释权 也是有一定的正义性的第一次解释在1999年 因为今天的讲座也会介绍 我都介绍一下今天的长者周平雪教授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也常常来香港来港大 他是深圳大学的法学的教授 他现在是深圳大学的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的主任 也是港澳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也担任这个全国人在常常会的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的 基本法理论研究领导少组的成员 也担任这个中国法学会的港澳基本法研究会的副会长 中国宣法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等等 他的职位很多我就不意介绍了 他学术的著作也很多 有三部专著 他主编了17部著作 发表180多篇论文 在学术上周教授有很多研究成果 我都非常欣赏非常佩服 我和周教授也合编了一本书 关于这个香港基本法的一本文集 我们也有这样的合作的经验 那么现在时间有限 我就把时间交给这个周教授 他会讲一个半小时之后 我们还有这个八多小时的大问 同这个讨论 今天周教授请 周教授 尊敬的陈老师 刘教授还有朱涵老师 还有在座里 我们各位来听讲座的朋友 听说线上还有一些 也向线上的各位听众朋友 表示感谢 很荣幸来到香港大学 和大家分享对于基础化解释制度和实践的一些研究的心得 刚才陈老师也讲了我和港大之间和陈老师 我们交往是很多年了 每次来到港大 我都是怀着特别崇敬的心情 因为这个是我们香港最高学府 在我们内地的法律界也是享有崇高的声誉 所以在这里讲这样的法律话题 其实还是忐忑不安的 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我做了一些研究 我记得十多年前 我们在上海开一个研讨会 陈老师那次好像没去 但是陈老师给我写的报告 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语 正好是关于基本法解释的 所以我特别感谢陈老师 在这个方面对我的指点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 实际上也是我们法学法律专业 会经常遇到的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 法律它是用语言写成的 这个语言它总是需要怎么理解 怎么解释 这个在我们汉代有个年年 它有一首诗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个诗 它说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这个我普通话不一定准 这是连年的 那么说的是北国有一个美人 他的长相 之容举世无双 美貌十分出众 操还图书 他只要在那个守城的将士那里 他瞥上一眼啊 那个城堡他就会失守 他要是给国王送一下秋波啊 这个国家就要灭亡 说他非常漂亮 其实这个诗 说这个家人呢 其实你就每个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 这个长得怎么样 你要问那个词作者来解释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家人的心目中的家人 恐怕都有差异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语言 需要解释 理解的时候因为会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法律作为一个 比较规范 比较专业的语言构成的一种现象 它是更需要解释 这个 我听说过一个段子 这个是我学法律 有老师课端上讲 讲法律解释 当然这个我想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个段子 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例如说 这个有就是外国啊 有个这样的这个预场 我们知道外国有所谓的天体预场 也有些预场 他不允许这个人在那里住天体预场 就是不允许不穿衣服 那么有 以免有上风放 那么就有一个人 他就裸体的出现在那里 就被警方的抓起来了 但是他的辩护历史就说 他没有违反这个法律 因为他不是一丝不挂 就是have nothing on 他实际上是戴一副墨镜 穿了个拖鞋 所以你看没有 这个里面其实也牵涉到这一个条文 你怎么去解释的问题 当然对于法律与利益有关的持分者 他肯定有他的理解 他会争取对他有利的一种结果 所以我们讲啊 这个法律的这种解释啊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的宪法 我们的普通的法律 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2004年 我们的中国宪法有次修改 就是在国家指导思想上 把它写了这个三个代表 这个重要思想 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它是用引号标注的 它也是面临着需要一个官方的解释 你特别是像我们的法律文本 要翻成英文 翻成其他的外国语文字 外国人看你这个三个代表 他其实是不懂含义的 像我们中国人 我们还是知道 三个代表 它的特定含义是什么 外国人以为这是三个什么人 他就会去问 这是三个人是谁 其实他不是三个人 它是指的一种重要的思想 是我们江祖时机创立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现象在法律中很普遍 所以我说今天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那么我打算从 虽然有六个方面 但是可能有些方面 我会讲得很简略 像实践的那些内容 很多也熟悉 就一个我要讲一下 解释的含义和 法律解释制度的重要性 第二个我国实行的 法律解释制度 就是国家的整个解释制度 是什么 是立法解释制度 那么第三个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制度 它要体现一共两制的原则 然后我讲一下解释制度的法律规定 和它的实践 然后再谈一下 这个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议 怎么去看待 最后我总结一下 末庆为止 内地和香港在基本法解释中 有哪些共识 也还有哪些分歧 我就大概从这些方面来讲 中间我们的听众如果要需要出去抽烟 喝茶 喝上洗手间 都请便 我呢这个也可以中间讲一个小时 休息一下 我呢也可以两小时连着讲 我最长的时候讲过三个半小时 中间没休息 我有次在广州 给他们那些老师讲香港的问题 这个我就基本上就是连着讲 所以你们有需要啊 这个中间休息一下 这个都没问题了啊 就请自便 那么我是讲第一个问题 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款的含义 以及立法意图的说明 它的目的是正确有效的实施法律 实现立法者的所预期的社会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法律是 它是用一些很专业 很规范的语言构成的 就我们说的法律的一些专业术语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立法者 有它很严格的一些语文的要求 我们对法律语言要求要规范 要精确 就是要准确 要这个要有确定性 但是你再怎么使用 语言本身它就会有一定的模糊性 它很难做到绝对的精确 是不是 你看我们民法中间讲 诚实信用的原则 公平原则 这样一些词语 你在一些案件中 你就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 你恐怕法官就要进行解释 尤其是法律要解决的争议都是跟利益有关 那每个人都会从他有利于他的理解出发来主张他的权利 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来解释了 所以你去仲裁也好 去法庭也好 这个当事人有他的理解 那法官 仲裁庭 有他的理解 我们这里要谈的解释 就是指的有权解释 就是法庭或者仲裁庭 他所做出来 当然这个是从司法的角度 如果要是在我们国家立法体制 就立法者 立法解释 这都是权威的解释 这些我相信在座的人也都知道这些常识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立法解释 在法律解释实践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权威的解释 所以基本法的解释 我们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谈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个基本法的解释 尤其是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下实施的 它本身也是一部实现一国两制的法律 那么它的解释就显得更为独特 它既有法律解释的一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它其实也有它独有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这些问题 可以进行研究 可以提炼出一些怎么解决的一些方法 因为基本法是法律 是全国性法律 在香港又是限制性法律 这样一部法律 所以它对香港的反应稳定 对香港实践一国两制非常的重要 但你们也知道 一国两制又是个十分包容的 具有巨大包容性的一个创造性的杰作 所以基本法的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 这个谁有权解释 有权者怎么去解释 就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基本法实施26年来 中间出现了一些实施的争论 其实无论是内地还是在香港 有些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况下 基本法的解释就特别的重要 因为基本法是一部 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 创造性的杰作 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评价 那做一个创造性的杰作 创造性 我们知道创造性就是没有先例的 它自己创造了先例 这就有包含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同时基本法是一部限制性的法律 它又具有限制性的 法律的原则性 限制性法律 其实我们知道 它都是威严大义的 尽管要求它尽可能明确 但是它同时要有包容性 要有可接纳性 它会比较原则 而且小平同志 也有个基本法的起草 有一个指示 就是依粗不依细 就是这个东西要粗犯一点 不要太细 太细 反而还容易 在起草的中 可能这些真认的很难妥协 而且它的解释制度 有高度的复杂敏感性 就我们说的 涉及到一国两制 它要容纳不同的法律制度 不同的体制 这样一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法的解释 实际上是一个 在起草的时候就知道 是一个回避不了的 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甚至当时就已经预计到后面 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真认 你像这个咨询报告 这是在香港本地 这个咨询委员会 就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后 香港本地成立了最大的咨询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咨询机构 就是基本法的 起草的咨询委员会 在他们的咨询报告里面 说在一国两制前提下 要是原来不同的法律制度 能够和谐运作 便需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不能单从一个角度 提出解决办法 要做到既符合一国两制精神 维护香港原有的司法制度 因此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如果能顺利解决的话 就是一国两制能够真正落实的 最好的证明 这是起草 这个真行意见稿的咨询报告里面 有一段这样的话 那么在基本法的解释的问题上 这个我们有一个 这个很有名的学者 这个也是我们 基本上也在港大读过书的 王正明教授 他现在在国港办 做国安师的师长 他说在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上 中国宪法遇到了真正的挑战 一国和两制如何有机结合在一起 是对两地法律界专业技能的 这个一个很真正的考验 那么吴建方老师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 这位先生已经去世了 是我们以前的十大副法之一 那么吴老师的一个观点说 基本法的解释问题是一个设计体制创新 十分敏感的限制问题 需要两地学者认真思考 理性对待 共同研究 那么基本法实施中的重大挑战 我们如果回过26年的时间 它就是解决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和解决实践中 发生的那些解释的分歧和争论 这是我的一个结论 那么像黄江天是你们本地的一个基本法的学者 他是一个律师 他说基本法的解释问题是解决基本法实施过程中 发生的争议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北大的江世公老师认为 围绕基本法解释产生的分歧 对话协商和斗争 是香港回国以来最为突出的政治议题 也是最重要的法律问题 我练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说明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而且其实在起草的时候 一直到基本法实施的过程中 学界 两地的学界 法律界 其实都非常重视它 很关注它 那么第二个我们 那么理解这个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你要从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国家到底整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解释制度 谈起 因为我们看到基本法解释发生的一些争论 都是主要围绕着人大司法和香港司法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单纯看香港司法的解释也有些争论 但是主要还是谈人大和香港法院两个司法主体之间 他们发生的一些争论 而且对他们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谈它就要同中国的整个国家的立法解释制度谈起 那我们宪法就规定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 这个法律在我们宪法解释学里面 它就是指的我们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立法法也明确规定 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且立法法第45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述的法律很显然是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香港基本法 那么宪法第58条还固定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的立法权 所以我们把这样一种解释法律制度 又把它叫做立法解释制度 就是由立法机关来解释法律的制度 那我们要探导的是这地方的法律 常委会解释的法律 既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也包括常委会自己制定的法律 在我们的法律体系的分类里面 我们法律如果细分的话 有基本法律和法律 我们一般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叫基本法律 常委会制定的就叫法律 但是这里从法律的这个含义上 它其实又包括基本法律和法律 宪法在这里没有规定 全国人大能不能警示法律 这个有人从公法的角度说没有授权 没有民居授权你就没有权利 不过你要是说中国宪法的 它的特定的这种制度原理 和全国人大的性质地位来分析 我们可能不能理解说常委会没有权 人大没有权利解释法律 只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亲自解释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宪法规定了 62条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的时候说 它有权改变或者撤销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那意味着说常委会如果对于一个解释法律的决定是 人大认为它不是当 它是可以撤销的 说明什么 它其实也可以对解释做出决定性的这种权利 那我们宪法还有一个兜底条款 说全国人大还可以行使 应当由它行使的权利 所以从一种解释学的角度看 如果它真的想亲自解释 其实在我们的宪法上是做得到的 我们认为呢 因为全国人大不亲自解释法律 事成他的工作状态来讲 因为他每年都开医师会 每次会议七八天上十天 他要讨论的事情特别多 他如果要从事法律解释工作 对他来说是没有无暇顾及的 那么我们国家采取立法解释的原有 和立法解释的范围呢 这个我们的立法解释这个制度 它是有理论支撑的 就是说理论上看哪个机构有权制定法律 哪个机构就是最了解立法原因的机构 因为它也是最合适的解释法律的机构 也就有权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做出解释 这是大陆法的这种立法解释制度的一个理论 一个依据 我们知道在英美法里面 它分析这个三权分立的这种体制 它认为你制定法律的 你就不能再解释法律了 那解释法律是司法者的职责 它就是要避免专权 它是基于人权保障 基于权力制约的一种要求 其实这个国家制度的这种关系的建构 其实它都有它的理论背景 你比如说我们就不分析 我们不分析这个权力的分权制衡的原理 因为我们的宪法固定 全国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性权力的极客是全国人大 和这个地方各级人大 就是我们的是所有的权力都 主体原始主体是人民 但人民把它委托给了一个主权的代表者 就是全国人大 就是我们的人大系统 人大在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分配它的权力 对它进行监督 其他机关对人大进行负责 所以我们这个体制下 就一定是解释法律任的重要权力 它就是归属于这个立法制 当然我们这个体制 这个在全世界也不是独有的 因为大陆法有大概三十来个国家 是使用立法解释的制度 我们实行立法解释制度 它的制度依据理论依据 其实就包括它还是和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我们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那么我们也认为这样有利于实现人民主权原则 因为我们的人大常委会是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 人大代表也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所以它有助于实现人民主权原则 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我们很强调这个中央政府 中央的权力在全国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权威 就是我们国家虽然扶援广克 民族正多 但是中央政府是它对国家实施一个 统一的实施管理 我们说它统一的实施管理 不说它是实施统一的管理 就是说它怎么样最终都是它来定 但是它在各个地方它还是可以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 包括对特别行政区 所以说都是它统一实行管理 那么它来解释 就是有助于恢复国家法治的统一 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制度的一个理由 那么立法解释 它到底解释哪些范围呢 立法法45条第二款规定 是两类情况下 这个由常委会来解释 就是一种来法律的规定 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就是说具体含义是什么 不清晰 这个是由常委会来进行地方解释 还有一个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 需要明确法律依据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实际上就把法律解释 就立法解释的范围 它做了一个界定 那么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其实细分来说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要进一步明确法律界限的 第二种需要弥补法律规定的 轻微不足的 而法律一来后你可能会发现 它会有一些轻微不足 还有要是严重不足 那就要修法了 轻微不足它可以通过立法解释 来进行弥补 第三种是对法律规定的含义 理解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这个时候它也要出场 那么法律制定和出现的新的情况 需要明确法律依据的 这个我们给举个例子 你像在我们1980年中国的国际法 它是明确不承认中国的公民 具有双层国际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国际法都是这个原则 不承认双层国际 但是香港回归 我们知道香港要回归之前 我们就意识到香港的居民中间 它的中国公民有的持有外国护照 那么针对这个情况 为了保持香港的防御稳定 要保证国际法 因为国际法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代全国性法律 要保证国际法在香港的顺利实施 尤其是像这个避免双层国际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96年的5月份 全国人道常委会 做出了一个在香港特区 实施国际法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这个解释你们去看条文 其实归结起来 它就是说 这个针对香港居民 认为中国国民持有外国护照 这种情况下 他说 所有香港中国同胞 这个中国同胞是一个政治性的表述 实际上就指的中国公民 无论其是否持有英国俗土国民护照 或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都是中国公民 就是我不管你 你揣几个护照 你英国的什么护照 我都认为你是中国人 那么97年7月1日起 上述中国国民可以继续使用英国政府签发的 这些我们把它视为有效的旅行证件 就是这个叫做旅行证件 我们不把它当复杂害 你可以去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去旅行 但是你持有这个旅行证件在香港境内 或在中国的其他地区 不得因持有这个旅行证件 而享有英国的领事保护的权利 请注意啊 这个就是说 你在香港 就等于在中国的土地上 你这个旅行证件 你就是个旅行证件而已 我们不认为它是外国的法的副照 你不能因为犯了事 你去申请领事保护 至于你持这个证件 这个到第三国 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到那里去旅游 你在那里出了事 人家怎么看到这个 我们其实是不管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尽可能保护香港居民中间的这一类人士 他在出行的便利 他要经商啊 要读书啊 或者各方面的 就是保持香港的这种 繁荣和稳定 其实这个解释是最大限度的 要体现 国家的这个国际法的这种权威 但是又要符合香港的实际 而且这个解释的 在香港社会的反应是不错的 尽管它不是解释基本法的正文 它是解释基本法的 附近三的一个全国性法律 但是解释的效果是不错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采取立法解释 什么情况下 要修改法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基本法的解释中 曾经出现过有香港法律就认为 那人大常委会那不是在解释 那是在修改法律 那么这里我们要谈一下 理论上讲啊 凡是不需要修改原来的法律规定 而是作为一种特殊情况 对法律进行变通执行的 就采取立法解释的办法 不修改法律 国际法在香港 在澳门 两个特区实施都有这种 刚才我说的这种现象 它就不需要去修改国际法本文 就是用解释的方法 做出进行处理 那么从问题的性质看 确实也应当修改法律 但问题很具体 修改法律的一时办法提不上一时日程 可以先采用立法解释的办法 以后再对法律进行修改时候 做相应的补充 这个也是我们立法解释 也是为这个后来要修改法律 前面做个铺垫先硬个急 这个是在我们的实践中 是采取这两种方法 就是所以我们说 什么叫采取立法解释 其实有的人认为 你那个常委会那次解释 好像是修法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还没修法 但是我们先用立法解释的方法 来解决 可能也需要用修法来解决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立法的制度里面 立法解释制度 因为我们知道修法 或者说立法 在立法法规定的程序是比较严 它的成本比较高 但是如果要解释法律 它是一读可以括的 那修法要三读 或者一般要三读 但是解释不需要这样 就包括我们人大做决定 决定这种方式 可以说是决定法律问题的 但是它实际上 它甚至是可以就是一次新的立法 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 就是制定的新的法律一样 但是它用决定的方式 它也可以避免 那种一般立法所需要的 繁琐的程序 这个当然也体现了我们人大 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 这种至高无伤的地位 就是它要行使权力来 它是有比较充分的空间 宪法赋予它很大的这样的权能 那么我们法律解释制度 虽然是立法解释制度 但也包括对法律具体应用的解释 只是在这些各种解释中 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是最高和最终的解释 我们国家关于法律的 具体应用的解释 有这么三种情况 一是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在审理案件时 可以就具体应用 什么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 做出解释 这种司法解释 只限于审判工作 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 而且不得违背 法律法令的原因 所以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会出带很多司法解释 我们做律师的 就会用到很多这样的 当然实际工作中 我们的执法工作也会要看到 很多这样的 这种司法解释 它也是我们法律解释 现实中的一种很重要的现象 还有检查工作 也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具体运用 运用到检查工作中的 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也可以来解释 但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法律问题 如果由检察院和法院发生了 分歧 这个时候 你要报警 全国人大长安会 解释和决定 在这里 也体现了长安会 它的这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 常识机关的地位 和它的性质 那么不属于审判工作 也不属于检察工作中的 其他的 涉及到法律 法令的 如何具体运用的问题呢 是国务院 以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这个是实际上 我们在这里就出现了 三类检查 审判和行政解释 但是这些解释和立法解释比 它都地位低于立法解释 那么如何理解 立法法还规定了 长安会的解释 从法律具有等等的效力 这个是立法法第五十条说的 就长安会一旦对法律中的解释 它就和这个法律本身 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比如我们全国人的长安会 对香港基本法做了五次解释 这个我说的主要是 对正文 不包括对国际法 适用问题的解释 那个是对附件中的 全国性法的解释 当然实际上 你也可以说 即使对附件中的 全国性法的解释 它和原来的国际法 也是同样相关 如果对基本法的解释 那就是跟基本法 具有同等效果 就是同样的同等效率 这个规定表明什么呢 一个是在时间上 全国人到长安会的 法律解释的效率 同法律的效率 是相同的 这个怎么理解 因为我们法律解释 是对法律的含义 做的一个进一步的明确 或者是明确它的 事业依据 或者明确它的含义 所以它本身不是个独立的 法律规范 就法律解释 它是即使是补充和变通原有的规定 它也应当是包含在法律条 的立法原意之中的 所以法律解释本身 没有独立的效率 它的效率取决于法律 就是规定的原来的效率 皮质不成毛脚腌腹 就是法律原来它是怎么一个有效的 那你的解释就依附在它上面 所以那么法律规定的含义 它如果法律生效时 是这样的 那么不论是后面什么时候 对这个含义做出一定的阐述 或者明确 那人们的行为都要受这个含义来约束 当然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 法律已经制定有好几年 出现了一个宜来案件 一个需要解释的含义 那人家常常做的解释 这个时候 法院可能之前已经根据他的理解 做了一些判决 这个时候他的解释 对以前出现的相关处理的案件 这个特别是中审的生效的案件 这个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和维护司法判决的权威 是在不严重违背 严重违背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前提下 这种是可以赫免他 不受现在解释的约束 实际上我们在基本法的解释 99年居管权案件就是这样 那时候终身法院已经做了判决 那常常会的解释在后面出现的 所以常常会的解释说 本解释公布后 香港法院在引用 基本法的有关条款时 以本解释为准 本解释不影响香港特区终身法院 在99年1月29号 对有关案件判决的有关 诉讼当事人所获得的 特别行政区的拘留权 此外 其他任何人是否符合 基本法的有关条款的条件 那就要以本解释为准 就是原来约束审法院 对于那个案件当事人 所已经产生的终审判决的效果 那个权利义务关系 这个解释不去改变它了 那就OK 这个事也是对终审法院的一个尊重 但是他的判立法的效果 因为这个解释就没有了 就是其他的人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怎么理解这个条款 要以人大的解释为准 这是时间方面 在空间上 人大常乎的解释 它从法律的空间的效率方法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 刚才讲了 中国的所有的各种法律解释中 立法解释最高 这个是最高的 最终的解释 在法律 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国家的人大常乎的解释 它就对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当然它也约束它本来的机关 那毫无疑问 但是对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 包括现在我们出现的 监察机关 以及所有的公民法律 武装力量 所有组织都要遵守这个解释 你这种最终性和最高性 适合人大常乎会的这种性质地位 和人大制度的这种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也要注意到人大的解释 它是对法律条文的含义的一种说明 是一个抽象的解释 它和法院和检察机关 像我们内地和我们香港的法院 这种在具体案件中的这种解释 还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直接处理案件 它就是一种抽象的解释 这个具体案件怎么处理 还是由有关的责任单位 去根据它的权力和程序去处理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 全国人到常乎会的解释 实际上就有两大特点 我们的法律解释制度 就是立法解释制度 第一 常乎会的解释最高 最终与法律本身有同等效率 一切机关 所有公民组织 都要遵守这个解释 第二 我们国家法律的最终解释权 和司法终审权 是由不同的机构行使 你看我们最高法院有终审权 那常乎会拥有法律最终解释权 它不行使司法终审权 最高法院拥有司法终审权 但没有最终解释权 它的审判解释低于立法解释 那常乎会的解释属于抽象解释 不直接处理案件 常乎会对法律做出解释后 具体案件怎么处理 人员是具体的受理单位 司法机关也好 还是其他什么单位也好 你自己去根据你的权力和程序去处理 但是你这个时候 就要受到常乎会解释的约束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香港也是这样 你看香港我们的基本法 富裕香港法院 有终审法院 它的终审权 但是它没有最终解释权 这个就和我们整个的立法体制的 这个在全国 在内地的规也是一致的 好 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体现 一国两制的原则 我们讲第三个大的问题 这个基本法的解释 直接的条款 其实我们就看是158条 其实如果从学历上看 可能我们要做一些延时性的研究 它就不仅仅是158条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像宪法 像立法法 那香港自己发展出来的 像判立法的制度 其实也会不断的填充 这个基本法的解释制度 那这里有四款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的常乎会 这是第一款 第二款 常会授权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 是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区 自治范围内的条款 自行解释 你要注意这个措辞 这个第二款 第三款措辞都很不一样 第三款说 香港特区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 是对本法的极大条款也可以解释 这意味着对于不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 它也可以解释 如果把这两款加起来看 就法院对所有条款都可以解释 但是要注意 不是自治范围内的条款 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 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行使的 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 进行解释的时候 而且这个解释又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 就会到处案件有不同的结果的 这个时候 在对案件注册不可上述的 终局判决前 引由中审法院提请常案会 对有关条款进行解释 如果常案会注册解释 那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 就要以常案会解释为准 但对此前注册的判决 不受影响 就是不说极机网 就是对他当事人的效率 不管了 那么常案会对本法进行解释去 前要遵循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这个是一个程序性的一个规定 我们陈老师长期担任 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 那也应该说参与了 我们所有的解释的时候 遵循的意见 包括我相信 基本法有四个条款 都要遵循 委员会的一些意见 不仅是这个解释条款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一个条款有个特点 第一 要符合宪法国内的国家 法律解释制度 所以他说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 全国人的常案会 这个就符合我们的 立法解释的 这个国家层面的这个要求 但是体现一国两制原则 因为香港回国以后 香港限制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根据基本法第二条 香港拥有全国人 根据本法涉及的行政管理权 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那么原有法律保留 还有新成立了香港终审法院 那么原来在香港回归前 由英国书密院司法委员会 对香港享有的司法终审权 就交由了本地的终审法院行使 香港原有的普通法下的 法律解释制度也就会继续援 那么这个时候规定 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很显然 第二款第三款 他就遵循了 就让香港法院来解释 只不过是他说 你的解释权是我授予的 说明你的权力来源 是符合中国宪法的这种授权原理 就中国宪法 我们国务院的权力 我们的中央军委的权力 我们其他的机关 都是全国人的 积极常委会 都是由他来授予的 就是我们这个是人大制度 它就是一个集中 统一行使权力的一个体制 那么这个授权香港法院 在具体审理案件时 解释基本法 这就是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可见这个就体现了 一国两制的特点 他把一国和两制 很好地进行了一个结合 这个是设计这一个 158条时候 应该说立法者是 很清晰的一个原则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 就是基本法的解释权 属于全国人的常委会 全国人的常委会 授权香港法院 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 那么法院 经人道授权可以自行解释 所谓自行解释 你就不需要征求常委会的意见 你就自己做主了 那么香港法院经人道授权 也可以解释其他条款 但是这个是要小心一点 就是在涉及到 因为它用的不是自行解释 那就是你对于中央管理的事务 与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 你不能自行解释 要在满足一定条件后 你要提请常委会解释 如果常委会解释 你必须征询 就刚才我们也讲过的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的整个解释制度的一些要点 和它的实践 第一个就常委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的常委会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掌握的一个要点 就是从宪法 从立法法 从基本法的规定看 这个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它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那么这样一种依据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单纯看158条 还不足以全面理解这个解释制度 我们还要看宪法的规定 要看立法法的规定 这样一种认识 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它的权利和它的地位 那么第二个 这个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它是怎么启动的 这个也挺值得研究 根据基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我们人大如果要释法的话 它在实践中 在规定上我们已经规定了 有三种启动的机制 一个是 人大常委会自己主动释法 还有一个是国务院提请人大常委会来释法 还有终身法院提请人大释法 我们知道158条 第三款规定了终身法院提前人大释法 你没有看到人大主动的问题 其实人大主动的释法 你去看第一款 你看人大组织法 意识规则 你可以看到它是可以主动释法 那么国务院组织法也好 这个它有一个 还有我们人大的这种意识规则 它是国务院可以提请 这个属于常委会执权法的议案 那么如果它提醒要求释法的议案 那人大也要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呢 这个人大如果提醒的话 人大 而不是就国务院如果提醒的话 那么国务院自己的判断是一种情况 那么它的 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局政府 如果打报告给全国务院 它请求国务院向人大打报告 那这个是国务院也是可以做出判断 然后是不是要提醒常委会 国务院自行的判断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它有三类启动机制 人大自身的主动 而且委员长会议就可以提交议案 写实法律的议案 但委员长会议本来就属于常委会的 它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那么国务院提醒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中省法院提醒 其中国务院的提醒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他自己提醒 还有一个是因为 他的下面的向特区政府 请求他提醒 这可以来启动 其实在实践中 就是特区政府给国务院打报告 国务院向常委会提出请求司法 这个在99年的居感权案件中 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香港社会其实是有一些争论 就认为这个好像看158条 特区政府怎么能提醒 特区政府如果要提醒他说 这158条看不到这个依据 其实我们理解基本法的条款 要放在一个整体来理解 就要看基本法的所有的其他条款 你像我们基本法对于特区政府 对于特区它是有规定的 它是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 地方行政区 关于特别行政区的政府 它的特首它的主要官员 我们知道它怎么产生的 特首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也要对特区负责 特首还要在本行政区域内 要负责执行好基本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如果遇到法律执行中 遇到了问题 他向国务院 向他所直辖的中央人民政府 提出报告是完全符合法律 也符合他自己的权利的 那么当然国务院是不是判断 要启动 要向常委会提醒 那是国务院自己来判断 他也不受特区政府的这么一个请求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种取动机制 都有它的法律根据 你看常委会议事规则规定 常委会的委员长会议 国务院这两类主体 是有权向常委会提出 常委会执权范围的议案 这个可能也可以包括法律解释的 其实如果你们查议事规则 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 中央军委 最高法院 最高检察院 全国人大和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主持人员10人以上 都可以向常委会提出 属于常委会执权范围内的议案 那你可以说可以包括法律解释 那么你们说 他有没有可能提出 刺激基本法解释的议案呢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 但是在法理上 你也不能说排斥这种现象 我们不能否定他有权这么做 因为议案有谁来提 这个主体是个限制上的问题 除非有法律名文限制 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主体不能提 但是实际上目前是 委员长会和国务院向常委会提出 那么立法法也规定了 国务院可以向常委会提出 法律解释请求 那么终生法院是 基本法158台第三款的依据 所以这里面呢 所以三种启动机制 其实都是有法律根据的 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 解释法基本法的程序 就常委会如果解释基本法 他要征询什么程序 我们从实践中和法律规定来看来 他要征询 常委会解释法律的一般程序 还要征询基本法规定的特殊程序 这就一般和特殊 他两个都要征询 那么常委会解释法律的一般程序 有四个环节 一个是法定的主体提出法律解释请求 这个就是开始启动了 那么我们常委会的工作机构 就要研究一定法律解释草案 由委员长会议再决定 是不是列入常委会的议程 这个工作机构呢 在实践中像我们的法工委 法律委员会以前叫法律委 现在叫宪法法律委员 他们都是要参与这项工作的 三世法律解释草案 经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啊 那么要由就是工作机构提交常委会 进入议程序就要由他的专门委员会 就是宪法法律委员会 根据常委的审议意见 还要进行修改 这个时候的表决草案 是由宪法法律委员会 因为他是专门委员会 他和那个法工委员不同 法工委是个工作委员会 法工委和我们的常委会 就是基本法委员会的性质是一样的 都属于工作委员会 他不是专门委员会 那么最后来由常委员会的 全体主持人员顾半叔表述 通过这个法律解释草案 然后他就会公布 常委会会公布 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法律解释是可以是一读的 他不需要经过三省 那么他征询这种 我们国家所有的法律解释 都要征询这四个步骤 基本法的还有个特殊程序 一个就是在进行解释前 要遵循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这个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 第二种就是在实践中 他还要广泛的征求各方面 特别是香港方面的意见 就是解释的时候 他还要开座谈会 或者是召集相关的有关方面和人士 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这个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 这个就是基本法委员会 在提出意见 而且还有一个 我们要广泛征求 这个香港的意见 比如说2004年 在第二次人大司法的过程中 长老后就听取了香港特区政府 政治发展专制小组 收集了香港各界对政治发展问题的 咨询意见和专制小组的意见 还听取了港区全国人的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的意见 在2005年第三次人大司法的过程中 长老后先后听取了港区人的代表 港区政协委员和包括法律界战略的 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 说明了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实践工作的做法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走群政路线 这个立法法我们 因为解释属于广义的立法 那是属于开门立法的一种 一种表现一种要求 那么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方法 有这么一些方法 就是常委会解释法律 一定要忠实于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探求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这个怎么去探求立法原意 在这一点上来我个人认为 就是尊重法律条文的表面 字面的含义 它和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么常委会是怎么去追求这个立法原意 他用两种具体方法 一是借助于法律文本之外的辅助资料 确立立法原意 就是用文本之外的辅助资料 你像在99年 第一次司法中 那为了确立基本法第22条第4款 和24条第2款第3 第3项的立法原意 常委会 司法报告指出 第22条第4款所确立的制度 是基于内地与香港 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境管理制度 而立法原意是 就要肯定这一制度 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正是肯定这一制度 这是一种方法 其实你看我们讲宪法第3是一条 这个 你好 宪院长 宪法第3是一条 你看不到任何一国两制的字眼 但是我们 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 我们认为他是专门规定 一国两制条款的宪法规范 这是因为彭征 同志在做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里面 他在谈到了这一个 就台湾如果保留原有的管理制度 它的体制不变 他就讲到31条的 为什么要这么制定 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而且很明显是体现一国两制的条款 而且他说这是我们处理 这类问题的一贯立场 他就包括港澳了 那么这个王汉斌呢 副委员长 因为他全程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法治日报在 2011年采访 王汉斌副委员长的时候 因为他是亲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八仙法他也全程参加了 那么他就说啊 当时基本法委员会 起草委员会 在接近在见记者的时候 有香港的记者问基本非 说你这个香港基本法 是规定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那他跟宪法 他不符合啊 他说你这个是不是要修改宪法 才行 那王汉 那个基本非就让那个王汉斌去给香港记者 回答这个问题 王汉斌同志单在香港记者面说 三十一条就是规定一国两制的 不需要修改宪法 因为三十一条是我们宪法的特别条款 符合三十一条他就符合宪法 按照特别条款 由于普通法 普通条款优先适用的话 我不需要修改宪法 所以我们后来在基本法的核心性审查决定里面 其实也是遵循这么一个路径的 就是他三十一条规定的一国两制 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文本之外的辅助资料 当然你可以更多的资料了 你比如说我们后来修改宪法 还有这个邓小平理论 进入了宪法的国家的指导思想 而邓小平理论 它是包含重要的一国两制思想 而这个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理解宪法条款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威性的资料 那现在18年修宪 还把习近平这个新时代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思想理论也把它列入了 其实它也包括一国两制思想 这个我们不展开讲了 第二种是结构主义方法 就不是孤立理解某一个条款 是把这个条款放在一个上下文 放在法律文本的篇章结构里面去理解 是考察整个制度的设计意图 还甚至要考察法律的目的 法律的价值 法律的精神 以探求这个具体条款的含义 那么这种做法 在人大解释 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 是胜于任期这个问题上 就采取了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 它结合考虑了基本法第45条 第46条第53条还有附件一 等多项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 得出了最符合立法者 所希望表达的这个含义 其实我记得这一次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3月5号那时候香港的所有报纸 都登出董建华先生要辞职 因为身体原因 这个时候正好是两回开会 我那天正好在香港 我跟立尊师的几个大律师 在吃晚饭的时候 他们当时就问了我的 就是后来解释所运的问 他就说 周老师你认为这个 如果要接替他的特首 是什么样一个任期 当时我们官方没有任何人 表态这个问题 因为官方的表态是在3月12号 就是我们那个董先生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也公布了他的辞职的信 这个时候有记者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发言人 发言人才说 他讲了这个胜与任期的问题 其实我那次3月5号我跟香港朋友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是根据我的理解 我说应该是胜与任期 当然我当时没有像我们后面解释那么严密 那么重复啊 我当时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 就是在我们国家的公法的制度里面啊 你比如说我们的人大 他是有任期的 人大代表也是有任期的 人大是由人大代表所组成 我们人大代表 中间可能因为什么事情 比如说出瘸了 因为死亡啊 或者调离本行政区域啊 那么就要补选 这个位置要补 就有一个补一个人大代表的问题 那个补的人大代表的任期 他肯定是胜与任期 你想这个机构就5年 前面那个代表干了两年 你是补选进去的 你当然是胜与任期的 不然的话那个机构就5年 他都不存在了 你怎么可能还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任期呢 因为我们理解这个法律职位的任期啊 不要看是一个人 他其实首先是个机构 就像特首 他首先是个机构 他是一个机关 那么这个具体是哪个人在那里干 他是干3年还是5年 这个其实不重要 就是这个机构 法律是这么写的 当然基本法没有说 出现出缺的时候 他只说 选任的就是任期5年 所以为什么香港有人认为 他应该是 不是剩余任期 是一个独立的5年任期 他的理解也不能说 一点道理没有 但是按照结构主义的方法 因为产生这个客手的选举委员会的那个机构 他就任期是5年 所以人大适用的这个方法 得出了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常委会解释方法啊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 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律解释基本法 那么这个就有这么几个具体情况 第一 自行解释 自知范围来的条款 这个所谓自行解释啊 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啊 这个 他不需要去征求人大的意见 就是他自己做主 自己说了算 这个 当然这个既然是授权 你也可以说他的权力来源 他是来源一个本源的权力 他是一个 一个经授权后的权力 所以具有从属性 这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众生法院 在别的判决中也说了 第三款就是极大条款也可以解释 他也是授权条款 所以整个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条款 无论从法律的规定 还是从终生法院的判决看 其实他都是 经授权得来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里的 还有一个有个限制条件 它只能是审理案件的时候 就是没有案件的时候 那解释 谁来解释 你要回到第一款 你要看那个 第一款怎么固定的 那有几次解释 没有发生案件 法院是不告不理的 没有受理案件的时候 也出现了要解释法律的时候 还是回到第一款 还是常委会 是不是 那么这个基本法的 大部分条款 是自治范围的条款 这是毫无理问的 所以也可以说 人大授予香港 法院自行解释这些条款 应当说是 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 它涉及的 在司法领域 也是十分广泛的 这个中央都特区高度自治 通过基本法的这种解释制度 其实也是给予了充分保障 因为自治范围的条款 是主要的 是比较多的 那你就自行解释 你自行解释就OK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 那你自行解释授权它了 那你人大 是不是可以解释 自治范围的条款呢 你是不是就要放弃了 这个在理论界 是有一些讨论 那我的理解是 我认为人大 常会是没有放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第一款写得很清楚 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 全国人大常会 这因为人大常会 对所有的基本法条款 无论是自治范围 还是非自治范围 它都可以解释 所以它不存在说 因为后面那个授权香港 在自治范围内 自行解释 那个审理案件室的条款 这个 它就放弃了 这个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而且 香港的法院的判决 也认为 常会 根据 158条第一款 享有的基本法的解释权 是一个全面的 general 也是不受限制的 unlimited 他就说 这个他法院 中审法院很清楚 常会解释 所有条款 全面 不受限制 他所有不受限制 就不受第二款 第三款的限制 第二款第三款 其实限制的是法院 不是限制人大常会 这个我觉得中审法院 其实还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香港法院 获得这种 对自治范围内的 条款的 这种解释权利 这个 发 来自于授权 这种授权 其实在授权原理中 也不因此而 使得人大常会 丧失有关的权利 当然在公法上有的授权 他就丧失了 你像我们行政法在 委托执法 我委托了他 那原来这个就不 他不再行事了 像我们行政处划法 关于这个 综合执法权 这种授权情况 他就是 但是要解释问题上 他真不是这样 因为解释 你们知道 法院审理案件 是才能解释 如果说我授权利 我就丧失了权利 那完蛋了 没有案件的时候 也要解释怎么办 所以人大不可能 放弃 是不是 而且所谓 自治范围的条款 人大实践中 其实也解释过 99年 居权权案件 他就解释过 人大的解释 就与涉及到 自治范围的条款 所以说明什么 在必要的情况下 他是会出场的 我们不能说 他授权利 他就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吧 常会在授权 香港法院 自行解释 自治范围的条款的时候 他依然是保持这样一种权利 但是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正常情况下 他不会因为法院 正在审理案件是 他主动的 针对性的去 解释自治范围的条款 这个情况下 人大常委会 还是很清醒的 就是我们看到 26年来 人大有五次司法 他启动 制法是很谨慎的 也还是比较自律的 不到万部都以 他不出手 所以即使是 人大司法 和香港法院 审理的案件 有关系 但是他也不去介入 和干预 法院 审理个案 从这个角度看 对于司法 独立 也没有什么损害 这个就是 香港法院 怎么行使 他的司法权和重审权 他 不会受到 这个 人大常委会的 这种干预 因为人大 它是个抽象解释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现象 可能在土中华的地区 因为他们没有 立法解释制度 所以有的人 不一定能够接受 或者很自然的接受 在我们大陆法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接受的 你比如说我们大陆 我们有很多法院 他每天都在审理案件 我们有2000多个县 那县法院 你知道他现在 审理的案件 在适用什么法律 那常委会 他可能现在 要修改一部法律 或者要解释一个法律 他才不管 现在有没有法院 在审理案件 他不管的 我该解释就解释 我该修改就修改 至于我解释完了 我修改完了 你那个法院 是怎么适用这部 新修改的法律 还是解释的法律 那有套规则去解决的 他不会因为 有没有人在审理案件 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思考在我们大陆法 这个现象 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说 相反法院有人说 哎呀 现在特别律师公会说 他正在审理这个案件 你就不能解释 其实这种理解的 在我们看来 其实也有问题 在大陆法这个 那人大解释的法律 他才不管 现在那部法律 是不是被法院 在审理某个案件 在中国 这么多级别的法院 这个案件是 每天都在发生 也有审理期限 他真可能 你要解释的一个法律 比如说专利法 一个什么法 可能有个案件就在 你说他就停止解释吗 不可能的 是不是 因为人大解释法律 他不受你这些方面的限制 他不受你司法权的限制 所以我说他不会放弃 那么第三款所讲的 这个香港法院 就是他可以解释极大条款 实际上香港法院 结合二款和三款 他就所有的极法条款 他都可以解释 但是他只是要注意 涉及到中央管理事务 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小心了 一个 这个小心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 审理案件是一个限制性的条款 没有案件审理 谁来解释 要看第一款 第二 香港法院对所有基本法条款 都要全解释 自治法案的条款 可以自行解释 说明 这个他不需要征求人的残酷利益 但是第三款 没有说自行两个字 说明 对于这类条款 他不能自行解释 尤其是 这个 这个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时候 他要提醒 他有个义务要提醒 如果人大常委会做了解释 他就要 这个 遵守 这种方面呢 主要是有四个条件 我写错了 不是五个方面 第一 如果你解释的是中央 管理事务和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不是这类条款 你不需要提醒 第二 如果这个解释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意味着如果不影响案件判决 没有争议 怎么理解 没有分歧 也不影响 因为我们说有不同的解释 会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的时候 这个是 就是第二种情况下 在满足前一个 你要提醒 如果也不影响 案件的判决 你的怎么解释 不影响案件判决 这个是也不要提醒的 常会解释 第三 如果要提醒解释 是在做出终局裁决以前 就是说如果在初审 在第二审 这个时候其实是 不要提醒的 而基本法就这么设计的 它就是由中审法院去提醒 所以如果没有到中审法院 在前面的审级法院中 出现了需要解释的情况 其实基本法没有规定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事实上也有 当天案件当事人 或者有关方面 他也觉得可能有分歧 但是基本法没有去规定 这类情况的处理 我认为是 因为只有中审法院的判决 它会形成判立法的 在全港的拘束力 这个时候非同小口 我就管这个大的 重要的方面 至于前面的 哪个省级出现的 需要解释的 也是中央要管理的权利 或者中央业特级关系的 只要没到中级法院判决之前 人大其实是不管 或者说这个事情是法律 不去做要求 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涉及案件一方 当时是政府 它政府总是 会一直上诉到众生法院 那个时候 它就可能就出现 要提醒解释的时候 因为往往这类案件 有一方当时很可能 涉及的是 就是有一方是 公权力机关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 很好理解 那么香港法院的解释 它的解释的方法 当然我们说 回国以来 基本法的解释 最普遍的 最常见的 就是法院的解释 这也说明了 这个香港法院的司法 独立的司法权 终审权也确实在 得到了有效的行使 也运作是很良好的 总体上我们是这么 特别是我对的 终审法院的判决 还是做的很多案件 就是涉及到 基本法的解释问题上 我觉得做的是 相当的专业 那么这个 那香港法院 是怎么解释基本法的 因为基本法没有 规定香港法院 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但是我们知道 香港实行普通法 那它自然会使用 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这里我不展开 就点一下就算了 因为普通法的传统下 这个在法院 除了遵循先例以外 在解释法律时 遵循判立法 对法律的解释外 对承文法的 法律解释方法 主要包括文艺解释 黄金规则和 除币规则 这些规则 因为在这里 我相信你们 都比我的更懂 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其实这些方法 我个人感觉 其实和我们 人大常安会的 这种解释方法 也不说是 就是有这种 一曲同工之妙 我始终觉得 不同的解释方法 不要看重 他们外在的差异 其实要看待 它内在的 运途的一种模拟 它有相通之处 这个 这个文艺解释 文理解释 和字意解释 和评议规则 黄金规则 就是对前面的 一个修正 那么除币规则 就是如果你发现 它解释成文法的时候 你要了解 立法机关的 当时它要达到的目的 然后用这个 作为一个指导原则 去理解法律的含义 尽量实现这个目的 这个时候 也不必拘离于条文的 字面含义 不必拘离 尤其是条文有漏洞 或者缺陷的时候 法院可以通过解释 来进行一定的修正和填补 这个是 这个普通法的一个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和人道常常会对香港 法院的解释的方法 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我认为这种差异 不是导致司法 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 1999年常委会在聚感权案件中 对基本法第22条第四款的解释 与香港原诉庭和上诉庭的解释 它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它对于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 也正是香港法院上诉庭 产来部的解释 只不是这个解释 后来又被中省庭 又推翻了 这是聚感权案件中 在马洛庭案件中 香港的原诉庭和上诉庭 都是采用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但是它的判决结构并不一致 这就说明什么呢 不同法系背景下的司法主体 在司法方法上有差异 这个不是关键问题 关键是不是看解释 是不是正确地解决了基本法实施 遇到的问题 是不是实现了158条规定的这种合作机制 而且这个基本法其实是个开放的体系 它是可以发展出一种 这个我觉得更多从外部的 容赖一些他认为好的一些方法 包括我们常会解释法律 如果说香港法院 它是不是可以引进 也可以吸纳可以考量 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排除这种我们的期待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把这个 基本法的这个 就香港法院的这个解释 我这里不展开讲了 当然它的解释还有一些 在不同案件中的一些立场 你比如说对于人权案件 如果是个人权力条款 它会广义和开明态度去解释 如果是限制个人自由的 它就会采取很挑递和年苛的程度 如果条文有模糊的地方 它会采取对被告人最有利的一种解释 这都是普通法解释方法 一些比较好的或者一些常见的做法 这个常委会的解释和他有一定差异 刚才我已经讲了不是关键的冲突原因 其实关键的原因是 是不是特别的 有没有互相尊重和一种信任关系 和一种理解换位思考的 这种我觉得是很关键 那么解释实践呢 这里我不展开每一个案件的内容了 现在有五个 99年居管权案件 04年政改五部曲 解释附件一和附件二 05年明确缺位情况下补选特首的任期 解释53条第二款 2011年刚口经案 解释13条第一款和第19条 其实这个就是 真正按照158条第三款的路径来取得的 这一次解释 在香港法律界也没什么争议 就是社会反应是比较好 比较平静的 16年是针对公职人员宣示问题 是解释104条 就是回归了26年 我们看到就是这五次解释情况 那么这个解释的区别 人大司法如果我们分析的话 第一地位肯定是有差别 一个是中央国家机关 一个是特取这个地方司法机关主体 启动上人大是可以主动启动的 甚至也可以不以外在的机构提醒 他自己有常委会 他有委员长会议 是不是 这个 那么香港法院呢 因为法院是不告不理 没有别人来打官司 他不受理的话 他是不可能有解释的机会的 那么权力性质呢 就是固有权和一个授予的权的问题 那你这个就是人大的解释是高于他的 他的权力本身 他是本源性的权力 那么香港呢 是经过受委的权力 那么特征上呢 是人大是只是抽象解释 不针对个案 那么法院只针对个案 他不能脱离个案进行抽象解释 解释范围上呢 就是常委会是解释 所有条款都有权 所有条款都可以主动解释 但是香港法院对进行方的解释 有特别是对非自治方案的条款 他是要特别小心 要遵循一些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好 当时他们有共同点 就是都要贯制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维护香港法人文明 行使司法权力要遵循法治原则 要符合法定程序 而忠实于基本法的原因 要实现立法的目的 这是他们共同点 那么我们看到在现实中呢 也有些争论 就第一次和第四次来涉及到 与终生法院解释权的关系 第一次争议引起最大 第二次和第三次不涉及述数据案件 当然与法院无关 这两次虽然不涉及法院审理案件的问题 但在香港也有不同看法 比如说04年的解释 有人认为它不是解释 是修改 而第四次解释就是 刚搞经2011年这次解释 是一种158条规定的 这种明确的合作机制的 一个良好开始 反应是比较好的 第五次司法是 良由宣誓事件引起的 104条解释 这个也在香港的法律界 有一些争论 那么我觉得有这么一些观点 我梳理了一下 第一个是人大司法 有人认为破坏香港法治 这一点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要是从 一个系统的一个结构的角度去看 基本法规定了人大司法 而且它是香港法治的一个部分 香港法治是基本法所构建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香港法治 和人大司法把它隔离开了 其实人大司法就是香港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不是一个外来物种 所以人大司法你在这个里面去看 那你作为一个都是一起的一个体制内的 不同的吃分者 其实它不存在说破坏法治的问题 而且人大司法 作为香港的这种 在香港的限制架构中的地位 它的作用 终身法院有很多个判决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你比如说 这个刘短容案件 他说人大常委会解释 并不像香港法院那样 只能是解释具体案件中的形式 常委会的解释是全面的 是不受限制的 在2001年的专废严案件中 法院再次重申了常委会解释 根据第一款解释 基本法的权力来自于 不仅是基本法 还来自于宪法 这项权力是全面 而不受限制的 这个在99年的 居港权案件中 那个叫做 澄清性判词里面 五个法官也是 这个一致的一个澄清性判词 他说常委会 根据158条所具有的解释 确实不受香港法院的质疑 这样的权力 说明什么 它跟香港不存在 包括什么损害香港生法独立 这些 我觉得这些的 可能是过于政治上的一些 政治性的一些争论 产生的 就是不能把人大司法和香港法治 对立起来 隔离开来 那么是不是这个司法独立的问题 这个里面 司法独立和人大司法 它是两个不同的 一个领域 司法独立是讲什么 法院审理个案时 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所以你和人大司法 它是两个不同的制度 它们 这个不是一个 并行的关系 也不是一个 非死即彼的 对立的关系 你特区法院执行 常会制定的 适用于特区的 那些法律 执行全国人大 常会对法律的解释 执行你本地 立法机关 制定的法律 还有你的原来的 判例法 你这是法制的 基本要求 所以说 你如果人大有司法 你就遵守他的司法 没有司法 你就该怎么 就怎么 行使你的权利 人大司法 其实 这么多次 司法是 不介入具体案件的 他不甘愿 香港司法独立 这个 在梁游案件中 我这里讲一下 因为在梁游案件中 当时法律界有人说 你现在的案件 既然已经法院在判了 在进入了审理的 这个司法程序 你法官正在审理 你这不是干扰法官吗 你人大去解释干嘛 你等法院判了再说嘛 这个 或者说人大还没 其实你们看到没有 在 如果我们把历次人大 司法引起的争议 你放在一起看 就觉得会很可笑的 一种一种质疑 比如说 99年案件的时候 人终成法院都判了 你不能司法 你是判了你不能试 那还有一种说 我不提醒你不能试 那就是我没有审理案件 我不提醒你 你不能试 你看 人大又受到限制 还有一种 我正在审理的案件 你又不能试 这种家庭的一看 你人大就不能干 你就不能干司法这个事 其实这个其实 你理解起来 就会觉得是很荒谬的 就是我们冷静起来看 其实 这个 人大司法 是一种权利 你法院司法 是 和司法独立 它是另外一个制度 而且人大司法和它之间 它如果有打通的话 就是如果人大有司法了 你就遵守司法就是 没有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自行的理解 是不是 所以它也不存在 这个损害法院 司法独立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来看 你看我们看到2005年 人大常委会 当时准备就行政长官的 圣语任情进行司法的时候 就有人向高等法院 袁肃廷就成为 提起了司法复合 因此在法庭受理有关案件 但还做出裁决之前 人大常委会就进行司法 已经是有先例可信 你5年就这么干了 是不是 当时的情况显示 法庭获得人大常委会 要司法了 法庭就把有关案件延期审理 他说等人大司法通过后 我在怎么办 后来这个事情的原告 陈伟业就把这个诉讼撤回来了 那么刚果经案 你们看到刚果经案 也是在注册法院 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也没有注册裁决起 宗审法院提起人大司法 所以我们怎么能说 在2006年 而不是在2016年 在这个宣示案的时候说 那法院已经在受理了 人大不能司法了 虽然在司法之间 都也不存在这个现象 05年出现过 那已经人大 在已经有案件的情况 他就要司法 这个刚果经案 2011年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个 法院在审理的时候 人大不能司法 这个其实也不符合 法院对人大司法的 一贯的立场 这个我说的 这种看法不是法院的立场 不是法官的看法 其实是某些 比如说律师 和某些法学界的人 是这样看法 他不是法官的看法 所以你看16年 你看 人大对104条解释的 整个过程看 高院袁述庭 对梁耀案件的判决 就显示人大司法 没有构成对法官的 审理的问题 没有干预 欧法官在判指申说 人大11月7号的司法 对香港所有的法庭 经具有约束力 而法庭一漠使 该解释 后来梁耀不符上诉 上诉案在高等法院 续审 首席法官张举伦 在庭审中表示 人大司法是基本法的一部分 是本港法律的一部分 对法院有约束力 法院必须尊存 所以我们不能把 人大的这个司法呀 说受理案件后 人大就不能司法了 说你任意司法 就审理法院的权威 这个我觉得这个指责 不太符合应有的一种理性 因为我刚才讲了 在大陆法 在我们内地 那人大要司法的时候 他哪管 现在法院是不是在审理 一个具体案件 是不是在适用那个法令 他根本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法院那么多 我们高级法院 中级法院 基层法院 我们2000多个县 还有很多派出法庭 是不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大是没办法司法的 如果你审理的时候 你在审理案件的时候 我就不能动 这个也不符合我们立法体制 立法解释体制的 这种制度安排 好 那么是不是只能 提请才能司法 我刚才说了 不是这样的 因为人大是可以主动提起 而且他不受法院 是不是提请的限制 就是这个只是 第二款第三款 大家理解 他其实是限制法院 他不是限制人大 尤其是这种 其实审理案件的时候 才涉及到两个关系 如果不涉及到司法 不涉及到审理案件 出现了司法的需要 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实践 那人大肯定是可以主动 来解释法律的 有我们有两次 司法室委员长会议 提交的议案 所以这个第四点 实验也不成立 那么第五点 说人大司法室内 基本法的一个件件 是代替香港立法 这个其实也不能这么 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 因为我们知道 人大如果是法了以后 法院要征询他 那么立法机关 其实香港的立法机关 就必须要 对这个 因为他的立法机关 也是有约束力的 那么他就可能面临着 本地法律 是不是要修改的问题 而修改 因为你是不是违反基本法 和有关解释 这是本地立法机关 有考虑的事 那怎么修改 也是你立法机关的事 人道不可能代替你 就是说他不能越主代跑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是一个高度自治权 和中央的权力的一个结合 是有分工的 他不存在说 我在代替你立法 这个就包括国安立法 这样的行为 也不能视为是 代替香港立法 他为什么呢 因为在所有国家中间 国家安全立法 是中央视权 只是在香港 因为实行普通法 和为了尊重香港社会的 这种社会现实 我们在23条立法中 是授权他主动 应当自行立法 但是这一种授权 也没有放弃他的立法权 就刚才我说的 授权你香港解释基本法 也不会放弃我的解释权一样 那当然香港你立了法 不影响我有没有权 你要是没立法 要操作了严重后果 这时候中央肯定是有权 有责任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根据宪法来的 这实际上跟23条 没有关系 那这要求你 自行立法 你因为原因没有完成 那我们也会等 但是我们会提出要求 但是如果你迟迟不立 操作严重后果 像19年那样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中央 中央要不站不出手 中央失职了 是不是你失职 那是你的问题 那我在失职 那他也没法交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 香港立不立 都不影响全国人大 中央有这样的权利 你要是不立 操作严重后 中央更有责任 所以他也不存在代替香港 他就是中央的侍权 这是一个必行的权利 那么最后呢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有些共识 有些分歧 我觉得吧 就是五大方面 现在是有共识的 这个也是这26年时间中形成的 就是常委会 香港法院的解释权范围 是个什么样 常委会可以解释 所有的条款 也不限于是自治范围的 还是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 其实根据第一款 他都可以解释 那么不论是不是要解释的 是不是涉及到案件 有案件的时候 常委也可以解释 没有案件的时候 需要解释 常委也可以解释 那么香港的法院呢 这个他的解释范围 其实他也是 所有条款都可以解释 你根据第二款 第二款来看 第三 他法院解释权利来源问题 这个很明显 从制定法的规定 还是从香港法院的判决来看 他都认为他的权利 来自于全国人的 常委的授权 这个没有问题 第三 特区法院解释 基本法的权利 限制问题 这个问题啊 从法院的判决来说 有三点是很明确的 第一 他只能是审理案件的时候 才有权解释基本法 另外 终审法院认为 特区法院的基本法的解释 受到两方面的限制 一个人他如果作者解释 他必须以人道解释为准 第二 如果他要解释的条款 是中央管理的事务 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 满足这种 其他的什么 终局裁决前 案件的解释 又会影响到案件的判决 这时候他要提前解释 这个限制 我觉得现在 大家是公认的 所以我看那个 马大利 实际的法官 现在他们 有时在法律年度开举典礼 做的发言 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这些表态 其实是很清楚的 那么第四 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的效率 这个也毫无疑问 对香港法院有拘束力 那么第五 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说 常委会的解释 要审慎和自律 这一点 我认为也是取得了共识 从你来上讲 常委会 它是可以 这个主动解释 我们内地法学界 也有人提出 可以常滩化解释基本法 但香港法律 就是希望人大常委会 尽量少解释 像黄仁龙市长 我看他 当律政司市长 他上台就表示说 在我的任内 我要尽量减少 或者不发生 人大司法的情形 他希望人大 就是尽量不去解释 但是事实上 就是香港法律 这种诉求 或者香港法律 这种诉求 那我想人大常委会 是看到了 所以实际上26年 他才解释了五次 你也可以说 他满足了这种期待 就是真的是 飞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去解释 我觉得这一点 也应该说是 两地之间的共识 那么有一些分歧 在哪里 在刘感荣案件中 梅士贤大法官认为 那次人大的解释 是修改 是释法 但这一点 我们内地法学界 这么认为 那么在专闻研案件中 中审法院认为 事法容认着 每一种直接解释的内容 中审法院 可以按照普通法 另外解释 不是人大解释的约束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把 这个内地学者 把这种做法 视为法院处理 普通法律的随附意见 那么这个人大常委会的 发言人 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 发表过意义 但实际上也没采取 进一步的实施性的行动 在2011年 外拥居赶权案件中 法院进一步坚持 专闻员案中确立的 说99年人大司法 没有对 基本法第22条第4款 和第24条第2款 第3项以外的条款 对解释具有约束力 这样一个规则 那么它实际上是 把人大司法 分为主论和负论 就是主论有法律效率 负论没有法律 约束力 这个是想限述 人大司法的这种约束力 这个做法是 内地法律界是认为 不能接受 就是没有打正中心 那么第三 怎么判断 哪些条款属于 中央管理的事务 还是就是 就是第二种情况 就是提醒释法的判断标准 这个里面的就是说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 我们的理解 只要有关解释 影响案件判决结果 你就要 就是在案件 做中央裁则 就要做出提醒解释 但是香港法院 它增加了一个标准 它说 如果需要解释的 主要条款是 自治法律的 非主要条款 是涉及到中央管理的权限 和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 就无需提醒 这个是它创立了一种 主要条款和 负担性条款的一种标准 一种裁量基准的 这个是内地法律界 是不认同 但这个实际上 还不是共识 还没形成共识 第三 就怎么判断哪些条款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 法院和香港的律证师 也是有一定的差别 律证师在多起案件中提出 只要对有关条款的解释 是否影响到中央权利 或者中央与特区条款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但是法院认为 一定要看 不看结果 看内边 你那个条款 内边是不是 这类条款 如果不是这个内边条款 我就不需要 这个我们 内地法院 内地的法律界认为 律证师的意见 是比较符合基本法的规定的 那么第四 谁有权决定 那个自治法律的条款 香港法院认为 他有权做出判断和决定 而且实际中 确实也是他来做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他不能排斥 人大常会也有权决定 但是在吴嘉宁案件中 香港特区中审法院说 当有关条款符合 内部条款和有需要条件时 中审法院才有责任 将有关条款 提交常案会解释 内部条款 即相关条款 是范围之外的条款 有需要条款 有需要的条件 是该条款有被解释的必要 并将影响案件的判权 那么中审法院的法官 同时在判斥中这么说 我本认为在审理案件时 唯独中审法院才可决定 某个条款是否已符合上述条件 也只有中审法院 而非全国人民大法会 才可决定该条款 是否已符合内部条件 我等强调提交常委会解释的 是某些特定的 范围之外的条款 而非一般性的解释 这个说只有中审法院 有权这个判断 这个可能是有点短 因为常委会是有最终解释权 那怎么可能说只有你才能判断呢 这个很显然 既不符合法律的原意 也不符合 我认为实践中的这个做法 就法理上讲呢 你有权利 你终身法院 你是觉得OK的 但是你不能说只有你才能判断 人家不能再 这个恐怕有问题 这个 而且我们说在普通法院来说 在普通法里面 普通法解释法律 不得违背立法者的立法原因 这个应该说 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第五个就是 是用什么内力解释方法规则 还是普通法的规则 我觉得这个呢 各自用他的方法都OK 没有问题 但是既然是有一种合作机制 有没有可能要关注到 或者也借鉴对方的一些方法 这个我觉得 我是充满期待 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的人道常委会 也可以学习借鉴 香港来普通法的解释方法 因为这些法系之间 不同的方法是可以 互相学习的 那么香港法院 对人道常委的解释方法 是不是它也可以接近的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期待的 那么解释程序问题呢 这个里面就是 从香港法院的角度来看 如果案件没有上诉到中审法院 或者最终没有上诉到中审法院 而只是在下诉论法院审理中 诉论当事人对基本法解释有意义 并且提出希望提醒 人道常委会解释基本法 这样的诉求 应当怎么解决 因为这时候案件没到中审法院 中审法院也不好出面 这实际上是法律没有明确 就是这类问题 实践中只有案件上诉到中审法院 才有可能出现提醒的问题 不然的话 这类申请都不会得到处理 那么就常委会的解释的 程序方面来说 我觉得不够明确的 有这么一些问题 第一 常委会可以在什么情形下 主动提起解释 启动的程序条件是什么 如果中审法院提醒他解释时 应当提交什么材料 是不是应当提交 中审法院对这个条款的理解 以及涉案法院 就前面几个省级中间的法院 对该条款的理解 常委会在受理提醒解释后 是不是可以要求中审法院 或者涉案法院 继续补充材料 是不是可以举行听证会 询问安全当事人 是不是可以举行 其他的一些征求意见的会议 当然像基本法委员会 这就一件事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其他的渠道 比如说港区能代表 港区政院委员 香港的法律阶段 什么座谈会 常会在受理中审法院提醒的解释 进入程序后 在实体上 是不是只能受制于 香港中审法院提醒的 那个解释范围 就像2011年刚好进案 他就像那个选择题一样 把你控制的很小 你就跟我解释这些 那他说我还觉得有别的地方 我想解释 可不可以 而且在多大范围内 多长时间内 可以做这种解释 其实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明确的 特区行政长官 其特区政府是不是可以提接提醒常委会 当然目前来说 我们有一个制度通道 他就是通过国务院 因为制度上是不过定 但他可不可以直接 这个也没明确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因为他通过国务院 是更稳妥的一个做法 好的 我大概就讲这些 最后一个结论吧 就是我们看到解释机制 这些问题出现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基本法的解释是 很成功的 尤其法院的经常性的 大量的解释 对于正确实施基本法 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是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那么人大的解释 也有效地解决了一些重大的限制问题 而这些都共同构成了 整个基本法实施中间一些亮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 稳定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然如果说我们能够更好地解决他们一些关系 处理好他们之间的一些 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分歧 那么对于未来的基本法实施来说 肯定是更加积极的一种 可以期待的方向 大概我的就讲这些 可能超时了一点 谢谢大家 讲得不对的请评评 非常感谢杜教授很精彩的发言 我觉得你是非常系统的全面的 和我们说明了这个基本法解析问题 这个其实是研究基本法之中最热门 也是最有学术的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周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很深的研究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也是非常有加急的 他向我们解释了中国内地的这个法律解释的制度 在讲到这个基本法解析问题上一些独有的问题 就是同一般的中国法律解析的不同的一些独有的问题 包括香港法院对于这个基本法的解析 人大常常会解析这个基本法所引起的一些争议 或者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是受益 我们受益不浅 现在时间有限 因为我们是大约7点35分左右结束 现在大约有15分钟的时间发问或者讨论 我在线上已经受到两个问题 但是我们优先 优先给这个在场的朋友 在场的听众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以外的意见 如果暂时没有 我就先把线上的两个问题念出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基本法158条策略的解析制度 是不是适用于基本法附件三的传国性法律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先打之大理问题 还是我先念第二个问题 他是说 就是158条的这个解释的这个权力 是不是包括对附件三的解释是吧 对我看附件三的法律如果要解析的是不是根据158条规定的程序以外的规定的规则来做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答案比较简单 但是留待周教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158条第一款 是写的比较一般性的 那么为什么 这个问题是说 其实是当时是可以直接明确规定 人大产委会主动解析基本法的程序机制 如果当时有这样的规定的话 就会避免人大产委会同香港法院 在基本法解析问题上的分歧 以后就可能不需要不停的尊重解析和解读 所以他说 问题说 为什么当时是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这个附件三 因为附件三是属于这个基本法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当我们说解释基本法的时候 是肯定办法对附件三的解释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实践中 对不起 他是说对附件三所列入的法律 就是对附件三的解析 对 列入七个法 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好像有十多三个 十四个 这个当然也是OK的 我觉得吧 就是香港法院如果是要去解释 列入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这个里面在本地实施的它是两个路径 一种就是立法实施 就是他可能会解释本港去实施那部全国性法律 制定的一个本地法律 因为这个法院在审理安全中肯定会遇到本地法律 那么这个解释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与那个 它要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的这个关系 其实我觉得158条所确定的原则 也应当适用于这类情况 因为这类里面如果涉及到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时候 其实也是同理的 因为全国性法律 这个在本港 这个它是如果列入附件三 它是有法律效率 而且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其实和基本法是一样的地位 另外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 就是当然我们知道附件三 其实它是为了解决的是一些不便于在证文里面规定 也主要是在修改基本法的时候 附件三的修改程序和证文的是有所区别的 实际上是附件一附件二 我们知道也修改了 附件三的内容不时的有增加和减少 就是增加哪些全国性法律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安排 所以根据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 其实法院也是有权解释的 那全国人的常会更是有权解释的 这里面就确实在国安法 比如说有人认为国安法写得很清楚 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的常会 他没说香港法院 那现在国安法案件 现在目前都是香港法院在审 没有拉到内地审的这种例子 那香港法院能不能解释国安法 当然可以解释 我的一个理解是根据基本法规定 他可以解释基本法的话 那基本法附件三就属于基本法的一个有效的部分 那附件三列的法律他当然可以解释 那你国安法已经放在附件三 那当然可以解释国安法 这个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个事 所以有人说 法院是不是不能解释国安法 我觉得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你就根据基本法 他有去解释基本法 那例如附件三的 整个所涉及的全国性法律 那他当然也可以解释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不用去争论 至于国安法为什么没写 像158台那样一种法院 在解释国安法的那些问题 这个恐怕在实践中 我想他可能就更严有国安法设计的 会有相当多的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这样的内容 所以就是说法院 当然国安法作为一个中央制定的法律 在本地立法已经是公布实施的 所以实际上他对于法院的解释 这个法院怎么去处理和基本法的关系 和内地的有关的一些法律的关系 它是一个新课题 这就像刚才我们实际上就回到第二个问题 就刚才说的 那个为什么第一款规定的时候 不去规定那个长安会 可以主动解释他的那些程序 而留到一些争论 其实这个我觉得吧 因为立法者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 他已经有一些其他制度 对这类问题有规定 比如说我们的组织法 我们的议事规则 我们的立法法有规定 他不需要在一部法律里面去重复写这些 当时你理解这个条款 你要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 你要看相关的制度 就像我们研究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 我们也不能只看158条 我肯定要看宪法 我肯定要看立法法 还有关于法律问题解释的决定 那我还要看这个有关的议事规则 还要看组织法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觉得吧 那么香港法律如果还有判例的话 我还得看看判例是怎么写的 就是这个才是会对这个解释制度 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那翻过来说 香港法律局看这个158条 他不能只看158条 所以现在就涉及了一个 我们的基本法研究中 经常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基本法的自主性的问题 这个亚锡盖教授 他就提出这个基本法的自主性 就是我们内地也有学者说 是基本法的这个 就是穷尽主义 就是基本法如果能搞定 你就不要看宪法 而基本法如果搞不定的时候 你看宪法 其实这个看法的 当然是个学术看法 我不是很赞成 我觉得基本法 肯定是有规定 你去看基本法 但是基本法没规定的时候 肯定是要看宪法 就弥补这个制度机制的漏洞 但是在看基本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这个宪法意识 要有这个后面的宪法的观念 这样才能更好的实施基本法 所以实际上 无论怎么样 你都是要有个宪法观念 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 宪法基本法共同各种 香港特别行政局的限制基础 他就是发现以前不提宪法 只提基本法的时候 就出现偏差 就出现争论 那如果说我现在提出了 共同构成 这个就比较好解决 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 就像看158条 虽然他没写 你看第一块很简单 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法人造常会 但是关于人造常会 是不是能主动解释 人造常会解释的方法 它的程序 那在其他的限限法律里面有 他当然不需要在基本法里面 所以我们学习研究基本法 或者我们的法官在审理 案件是理解一本法 他就不能只看这一条 所以我们就想 现在两地之间 因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创造性的 一个具有探索性的事业 其实可能对于两地法律界 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内地不是普通法的教育背景 但你也得尽量去学人家 多看他们的一些东风 那普通法的也要注意看一下内地的法律 国家的法律 因为这个就可能对于更好的理解 执行基本法会有帮助 因为法律它一定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具有一个内在 有它的内在逻辑性的这么一个体系 你不能说我也不是学这个的 我都不看 那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种认知方法 其实我觉得 关于这个问题回来 我觉得没个结论 谢谢 谢谢 强烈不对的请 谢谢 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 看看在场的听众有没有问题 我评论 有没有我这问题 问一个问题 刚才对这时候在演讲 最后一部分提到一个程序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一些杀级的法院 不是众生法院 众生法院以杀尔法院的诉讼过程 之中有当事人希望 把问题提醒原来教育会去解释 那么现在好像是没有这样的程序 但是我是觉得 其实基本上158条 第三款 他提到提醒的时候 也没有明确说 只是在终审的这些 终审法院诉讼的时候 才可以提醒 是不是 他只是说 法院在做出不可能 不可以在上诉的宗族局判决之前 如果符合某些条件的就要提醒 他没有说 这个诉讼一定是要在终审法院 是不是可以在上诉法院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做出 不不在上诉 不不在上诉的宗族判决吗 我们香港一年 宗族法院的判决 好像只有几十个 大部分的案件都不会 上诉到宗族法院 所以对于大部分案件来说 终局的判决 就是上诉法院的判决 上诉庭的判决 所以我觉得最初 吴嘉玲案提出说 只是在宗族法院诉讼的阶段 需要提请 可能也不是很全面的一个说法 因为很多案件 上诉庭都是终审的 好 而且还有 你要上诉的宗族法院 要得到批准 例如这个算式案 结果是没有正式上诉在 宗族法院的 他这个宗族法院没有给批准 所以最后没有上诉的宗族法院 这个我是同意陈老师的一个看法 就是案件即使 没有走到终审 就终审一个不批你的 你的最后一审的挺求 或者是这个案件 就没有人提起上诉 他就在原诉庭 或者在上诉庭 上诉审就已经终结了 就已经是终局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了 有提请要解释基本法的这种 需要的时候 这个尽管这个案件没到终宗族法院 那我觉得根据基本法的这个规定 他是说只有你终宗族法院去提请 因为下级法院不能提请 其实那就本地的法院的制度 有关比终宗族法院的条例里面 你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一个有关的情况 把它写进去 要有一个尽管不是他在设立的终宗族案件 但是是下级法院的也可能就在下级的审级中 就会终结 如果有提请的话 就应该要由他来提请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但是我设想香港为什么现在没有 就是因为他可能他本身就不想提请 他也还这不更啰嗦的 下面的就有我还跟你搞 他就更不愿意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上面 上面是希望那我有着要求 你就相应的制度 你自己自治权的范围 但是你如果没有 那这个问题就选择在这里 所以我是同意你的看法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个制度的弥补 但是这个怎么去弥补 恐怕还是由我们特区来解决 因为全国人大肯定不会提出什么要求 而且全国人大在他看来 只要不是终审案件 就是终审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 不是指的下级法院的产生终极效率的那种终极判决 他觉得这个案件的影响力不大 如果真有这个现象不提醒我也OK 本来在基本法起草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条款是借鉴欧盟的这个做法 就成员国法院 他可以提前欧盟法院去解释 我们是这么设计的 而且我们当时常委会还考虑到我这个工作论会很繁重 我的人也不够 我还不希望太多 所以我把这个限制在终审法院 就是这个目的 他也不希望有很多 但是没想到欧盟法院 他提醒的积极性是绝对和香港法院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欧盟法院如果是跟本国的吉他的政府机构发生的争论 他是其余自行的权利 他一定向欧盟法院 就成员国法院 他有积极性提前欧盟法院去解释 但是香港终审法院我们忘记了 他是本身就不想提醒 或者他想尽量规避 这种心态 我们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 就像我们说 本来我来制定国安立法 但我考虑到你的特殊 让你来制定是考虑你的需求 但没想到他真的不搞 你还拿他没办法之后 是不是 这个都是当时的一种 一直说我们法律实践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 对形式的一种 这个判断 他有时候不一定符合一种现实 就是我们借鉴欧盟法院的这个设计 但是效果 完全不一样 欧盟法院是绝对会很有动力去提醒欧盟法院 成员国法院绝对会提醒 但是香港法院 你看从时间看 他是想至少法律界有一种想法 他是尽量避免 实在没办法 我就提醒 所以这种心态的这个也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 所以如果说陈老师说的 在下级法院是不是 玩上一个程序 让他去提醒 我们期待可以这样 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恐怕也做不到 我想这个事情还是留待时间去解决吧 谢谢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想这个邀请大家 走路上如果有一份问卷调查的 你希望你可以在离开之前花一两分钟填好这个问卷 因为这个是调查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讲座 我们下一次基本上讲座是下个星期五 就同样时间是讲这个国安法的 所以应该大家也会有兴趣 那么现在再次谢谢周平雪教授精彩的演讲 谢谢周平雪教授精彩的演讲